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您带我上哪儿吃点 今天我要带您去广袤的豫东平原上走一走 来尝一尝商圈凝陵的美味 您说到这个凝陵 我还真有所了解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地方出了一个叫做金顶蟹花苏黎 天下文明 我跟您说 关键咱们这个凝陵 被誉为咱们这个歌舞之源 没错 是咱们这个葛天文化的发祥地 没错 葛天文化离您说得太远了 上湖几千年 咱说点近点的 近点的 我提这个人 您一听 马上就知道了 这个人叫什么呢 这个人叫信林军 信林军 战国四公子之一 那可不 但是这也不近 两千多年前 不过说起来 它切伏旧照的故事 可是广为流传 而且当年 它的封地 就是今天的商丘凝陵 您说得特别特别的对 这个凝陵 这个是山好水好 人好物好 但是请哪位大师 给咱们做美味佳肴 看吧 您急了 今天咱们都有口福了 今天我们请到大师 师承玉菜太斗 吕长海吕大师 而且他还是咱们 注册中国烹饪大师 做的一手好菜 让我们掌声有请 赵小安老师 有请 有请赵老师 赵小安 高级公共营养师 中国烹饪大师 我做鱼菜 给主要老师的传承 一个是食材要好 再一个做菜要用心 太好了 用心做菜 今天我们要用到 第一个食材 就和羊有关系 羊肉我们餐桌上常见到 这做法我们也很熟悉 有烘焖的 炸的 蒸的 炖的 炒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 第一个食材 它的烹饪方法 很特别 商丘宁里的人们 是用一种流传了 六百多年的传承技法 而且还是明代宫廷里面的技法 来烹饪羊肉 让我们一起跟着小编 来看一看吧 在关静德看来 要让顾客品尝到上好的 刀工 除了具备过硬的手上功夫之外 兵器才是制胜的法宝 它这个刀 它这个瘾 它这个瘾 它有钢瘾 钢好 如果用了钢瘾 这个刀它都锋利 好容易快 闯荡江湖多年 73岁的关静德 靠极致的刀工 赢得一世之名 一秒一片 重量相差无几 厚度均为两毫米 一斤剁子羊肉 90秒90片干净利落 分毫不差 刀工 忠实烹饪的核心技艺 代表一个厨师的功力 为了保证家族的手艺得以传承 73岁的关静德 严格把控每个制作步骤 首先 现在有个前几日 一样吃饭 现在一般 最多20小时就可以了 你拿着肉一看 整个肉它演化一过 它透明色亮 跟随父亲学艺30年 49岁的关云易 已深得关家 剁子羊肉真传 但在煮肉环节 仍少不了请父亲把关 腌制好的山羊肉 依次放入口径一米五的大锅内 大锅里的汤料 由八角 丁香 桂皮 人参等 二十多种名贵药材 提前两个小时熬制而成 炖煮200斤的羊肉 蒙火大噪 缺一不可 一个小时后 改为温火慢炖 宁陵 位于河南省东部 黄淮大平原的腹地 是中国粮食诸产区之一 农耕的传统 在这里世代延续 在传统观念里 只有把手艺做到极致 才能安身立命 这种生存的信念 至今影响着观景德 温火慢炖三个小时后 开始出锅 把熟透的羊肉 逐个放在案板上 错落有值地剁起来 也就是裸起来 包裹上细白的棉布 牛骨马放整齐 让羊肉受力均匀 杠子的一头固定 人需要借助侧身的全部力量 反复翻压羊肉 尽可能地逼出水分和羊油 通过这道工序 羊肉的重量减少三分之一 趁着羊肉的热乎劲 为逼出多余的脂肪 还要换上另一种工具 最终50斤的羊肉 只剩下25斤 棉布不需要拆开 烹饪仍在继续 放入冷库 储存12个小时以上 如果这是一出戏 只有大木拉起 也就是享用的那一颗 食物才完美亮相 你把这羊肉填到嘴里边 这个泥肤是甜香味 一辈子忙忙碌碌 亏欠孩子太多 不善于表达的观敬德 只有通过拿手绝活 传递着自己的爱意 家庭聚餐 夫妻俩从早上五点 就开始准备 孙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 有了自己的家庭 四代同堂的一家人 像今天这样 围缩在一起的日子 一年只有难得的两三次 观敬德特别高兴 在这个颇为丰盛的餐桌上 自然少不了孩子们 最喜欢吃的 剁子羊肉 那反正啥遗憾 也没啥遗憾的地方 就有一点反正是 就现在不行了 年龄大了 不能干了 如果呢 如果是年龄 年龄在马 十分年龄 我可以说 我还得就 除外传当业的 四代三次 天津 和法娃威 小阷 经营的老年话说 一分离能成死 daí 三分离能够死 cél 一般的说法方面得注意 不要就断了 就这样说法这是合合计计 官员 pergi 自从1962年开始学艺 56年 也让官家的肚子羊肉在当地是持续畅销了几十年 你说得太好了 所以今天咱们别的甭说了 就请咱们的赵大师给我来一份这个肚子羊肉就行了 今天我们也不做肚子羊肉 今天换一种羊肉的部位做羊排 羊排 带来的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呀 蒜子自然炒羊排 蒜子自然炒羊排 咱首先是要把这个羊排进行改刀 对 改刀剁成块 羊肉就是用我们河南的玉冬的羊肉 我看赵老师这其他摆的比如这芹菜 大蒜 对 那都是配料 葱段 姜片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得问问赵大师 这个大蒜为什么您没给它包着皮上 就是想保留那个大蒜素 保留原来的营养 我们现在已经改刀完成 把羊排改刀成小块 对 然后把羊排搓下水 好 泡一下水 泡水 用这个时间把这个调卤汤 葱段和蒜片 八卷还有这个香叶 再放一些盐 鸡粉 放点鸡粉咱们的 对 酱油 料酒 直接搁里头就行了 开锅 直接卤熟 放到调制好的卤汁当中 对 炖煮多长时间呢 赵老师 这个大概在40分钟左右 小火都行 一个脱水 再一个卤 利用一些抬出的香料 把这个筛味去掉 听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用绿豆也可以给羊肉去山 是吗 张老师 这个是我们的宫廷方式 是吗 说这么炎热的夏天了 咱们吃这浮羊主要是什么 让身体里的湿气 通过羊肉的这个阳气 把身体里湿气排出来 割一点绿豆 吃起来这个浮羊 第一点可以去腥 第二点可以润燥 这样效果比较好 因为绿豆的豆衣上面 有一种豆腥味 这个豆腥味跟羊肉的腥伤味 结合起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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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就行了 对 我看您做的这个特别少盐 对 少盐 基本上没有 对 卤汤卤的时候呢 这个羊排有一定底味了 成盘出锅了 这成盘之后的蒜子 也可以吃吗 对对 蒜子就是吃 这和别的不一样 别有风味 这么一道香喷喷的 营养健康的 蒜子自然炒羊排 就出锅了 我跟你说啊 一看咱们照的事 就实在是 你瞅这羊排 就冒个尖了 是不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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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 蒜子自然炒羊排 来 这个羊肉啊 外酥里嫩 这个咸鲜适口 关键一点山味都没有 太香了 有点小遗憾 怎么着呢 应该预备点什么米饭呢 烙饼啊 烧饼啊 火烧啊 馒头之类的 您别着急啊 好菜都在后面等着您呢 接下来还有好菜呢 后边还有好菜呢 没错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给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美味 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也想品尝到 如此特色的原产地食材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进入大象TV市集 购买本期产品 同时在这里也要感谢 河南天地月海酒店 河南宴对本栏目的 场地支持 蒜子自然炒羊排 第一步 将羊排剁成小块焯水 然后用盐 酱油 料酒 八角 葱段 香叶等 调制卤水 放入羊排 小火炖煮40分钟 第二步 锅中放油 烧热 把蒜子炸熟 将卤熟的羊排 拍粉并过油 第三步 拎起油锅 依次放入葱 小芹菜 香菜 干辣椒 自然 羊排 炸好的蒜子 香叶等 炒香并调味 美味即可出锅 它在中国人的饮食中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它被称为 东方的奶酪 它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您说在我们玉东 还有一种特色菜 腐乳肉 您听过吗 我们北京逢年过节 肚子我 我跟您说 就这么一盘肉 然后搁点那个红的酱豆摊 不就是咱们这个 等等等等 我跟您说 我今天要给您带来这个 可是和北京的 王志和腐乳 齐名的腐乳 叫白糖腐乳 而且在这里 还有着好吃的酱菜 到底懂了美味 我们赶紧通过小片 一起来看看 每当夜幕降临 中国人以家为单位 生活 做饭 点亮万家灯火 正是这些人间烟火 让家庭组织更加紧密 火候的老嫩 味道的浓淡 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相对于技巧 牵住的心意 才最值得回味 这水笔钱买水笔笔 水笔 这水笔笔 本身戏剧远远是最酷的 在闪的一边烟厨 那都抛几十里路 都买不着饭吃 早起在家带着馒头 带着香菜 豆腐笔 这些至今无法 谁喜欢这个钾 章 nicht 章部的酱腌菜都选硬记最鲜嫩饱满的蔬菜 腌制前洗干净 晾在屋檐下 轻微脱水 一切就绪 放入老盐水中 在乳酸菌的作用下 蔬菜中的糖转化成乳酸 造就了酸爽的风味 张霞今年41岁 老家在新乡卫兵区 也是一名玉剧演员 我天上了衣服 好嗓子 我嗓子好 就能唱功的话 我比他唱功还要好多 好点 商丘 六朝古都 2500年前 就有酱烟菜的记载 足够的盐度 可以让食物 在潮湿的环境里 久放不坏 十几年前 人人离不开酱烟菜 这几乎成为商丘 最醒目的一种味觉标记 现如今酱园里 露天控场上排列着的酱缸 都见证了曾经的繁荣 对于从小在商丘古城长大的吴清风来说 浓重的酱香味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 白糖豆腐乳 是商丘酱烟菜里名气最大的 曾与王志和豆腐乳齐名 这是吴清风的最爱 首先将买好的豆腐 放进锅里蒸三到五分钟 减少豆腐里的水分 加快水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肩膀疼得就抬不起来 疼也要练 同位演员的张霞更能体会到其中 各家老抽各家有自己的方法 各家老抽各家有自己的方法 是加入白糖豆腐乳 红烧肉 既有透明的味道 这个人们不需要您的方法 这个人不需要您的方法 去按照我们的方法 我们希望能够吃 到我们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不希望您的方法 我们希望您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道菜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道菜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食物中融入感情 所以让普通的食材 变成绝佳的美味 尽管千家万户的家常美味 各不相同 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一份酱烟菜 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 更折射出中国式伦理 除了刚才小片里看到的俘虏 咱们这个玉冬的酱菜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我特别地感叹 咱们中国的祖先太聪明了 总能因地制宜 将当地的特产制作出来 各式各样的美味 不瞒您说 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肉 但是您看看身体有点胖 对于这个肉里边的胆固醇摄取 我心里还有点担心 这个您今天尽管放心 因为赵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做 第二道菜 又可以去除油腻 还可以降低胆固醇 是吗 赵老师 对 对 今天这个烹制这个腐乳肉 腐乳肉 用到的食材有杏鲍菇 还有五花肉 还有这个腐乳 还有几个常规的调料 所以咱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赵老师 第一步把杏鲍菇 擀一下刀 好嘞 刚才江老师也说了 说您特别爱吃肉 但是就怕这个胆固醇啊 油腻啊这些 其实啊 物极必反 我听说 你完全不吃含有胆固醇的食物 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分析 那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做节目 所以呢 走到这个街面上就会碰见咱们的叔叔阿姨 有的阿姨就说了 江波 我们这早上起来蛋黄不吃 油条不吃 倒愿意查 为什么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指标一点都没下来呢 其实我跟您说 这个早上起来不吃油脂 你的胆固醇也不一定降得下来 是因为身体自身还会产生胆固醇补充上 所以说呢 早上起来咱们要适当地吃这个优质的油脂 比如说吧 您把这个蛋黄吃掉了之后了 您这一天所需要的这个油脂 基本上就满足了 说话间呢赵老师已经把这个五花肉和杏鲍菇 都已经改刀成块状了 所以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护油了 对 下一步开始加工 加油 我给您倒点油您看看啊 咱们倒多少 倒入半锅油 这个油温要几成热的时候啊 八九成热吧 也是八九成热的时候 把杏鲍菇下里边 下入油割 这个杏鲍菇正好它把这个 红烧肉的油脂给它吸出一部分 这样的话咱们做出来的这一道 腐乳肉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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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入门 转发 到底有什么 还有什么 在这里 我们下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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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 赵大师制作的这个俘乳肉啊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一定是糖盖住咸味 这样的话为而不腻 手而不柴 经过四十分钟的炖煮 现在咱们锅里的这俘乳肉怎么样了 赵老师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大火收汁 我们现在把小火改成大火 进行收汁 大火收汁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更见功夫了 因为汤汁呢 非常非常的浓厚了 要把它均匀的收浓 还要包裹在原料的表面 这个既得有耐心 又得讲火候 没错 好 加的明油出锅了 这样一道俘乳肉就出锅了 咱们先谢谢赵老师 辛苦您了 赵老师 您先上次休息 谢谢赵老师 您看看这色泽 您再闻闻这香味 啥也别说了 赶紧吃吧 来 这俘乳肉 微瘦相间 微而不腻 而且味道是鲜美无比 再来上这一口杏鲍菇 哎呦 太好吃了 怎么就一点也不油腻呢 外酥里嫩色泽红叶 哎呦 拿起来了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美味 如果您在家 也想做出如此的美味呢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进入大象TV市集 购买本期产品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老家的味道 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的节目信息 和优惠活动 哺乳肉 第一步 将杏鲍菇切成小方块 炸至金黄色备用 五花肉 切成小块 炸出油 捞出备用 第二步 锅中放底油 加入葱 姜 大蒜 香叶 八角 炸好的杏鲍菇 五花肉 少许料酒 酱油 老抽 冰糖 福如等 进行煸炒 第三步 煸炒完成后 加入水 少许的盐 小火慢炖40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美味即可出锅 我跟你说 接下来这道菜呀 管饱 这道菜呀 我相信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吃过这种食物 但是 商丘宁领的人们 却有着不一样的 制作方法 而且这种制作方法 传承了几百年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赶紧跟着小片 一起揭晓答案 河南 地处黄河流域 这里是中国最古老的 小麦产区之一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 除了面条 另一种亲切的主食 就是膜 与面条的千变万化相同 膜 也在这片土地上 演变出了各种花样 夏季里中浮的第三天 郁东地区的地表温度 可以达到将近40摄氏度 炎热 对于姚文化一家 是年复一年的考验 高温下 他们仍然需要制作一种 名叫杠子膜的美食 河南人 爱吃用酵母或面头发酵的麦面膜膜 膜膜 讲究发酵和柔和的程度 对面的揉搓时间越长 力度越大 出来的膜就会越劲道 吃起来也越香 为了增加揉搓的力量 宁灵人发明了借用杠子 制作膜膜的方法 杠子讲究粗细合适 笔直光滑 姚文化用来压面的杠子 还是父亲留下的 几十年的光阴 让它在姚文化的手中 变得圆润和乖巧 杠子的一头固定 人需要借助侧身的全部力量 反复翻压发酵好的面团 每团面都要反复压上几十遍 甚至上百遍 这样才能使硬面得到充分舒展 三个儿子还在学习期 他们的工作是将压好的面团 做成长方体的高装磨坯 一个磨磨二两 从小就看着爸妈 争磨的兄弟们并不陌生 如今他们也可以做得 又快又准确 除了和面用的杠子 杠子磨所用的酵母 正是保持它 味甜和松软的秘诀 这种酵母被称作兜屈 马大姐与姚文化结婚 已经二十多年 她要到集市上 寻找一种叫做面瓜的食物 面瓜是制作兜屈最重要的原材料 它产于夏季 三福天里的面瓜最甜 制作出来的兜屈 也最适合作为杠子磨的酵母 今年 儿媳妇也需要学会这门手艺 盛夏 当气温稳定在35摄氏度之上 这种材料才有发酵的可能 一年中最热的十天 就是坐驱的最佳时节 瓜嚷与面粉混合 捏成圆球 对于马大姐来说 这只是重复的手工活 而对于第一次接触的儿媳妇来说 却十分新鲜有趣 用采摘下来的新鲜麻叶包裹 可以保证面瓜的温度 面瓜在麻叶中静静地发酵 通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成熟 对于一年到头忙碌的一家人来说 这也正预示着新一年的开始 天气已经渐渐凉了 没有三福天的酷热 但是一家七口 这样的工作从凌晨延续到晚上 仍是他们每天的生活 揭开已经干枯的麻叶 成熟的兜区表面 已经形成了许多小孔 这是属于夏天的独特味道 也是让面粉发酵的关键 兜区制作的是否成功 还需要通过全家人的检验 今天 使用这种兜区制作的杠子膜 将成为一家人特别的晚餐 磨汤菜是河南大多数家庭晚餐的主角 自家菜园里的腌豆角 豆瓣酱 糖蒜 儿子炒的几个小菜 优优独特 一粥一粪都是我们记忆深处 最本真的老家的味道 而我们生活当中 一户小院一户人家 一顿简简单单的摩菜汤 都是我们朴素的幸福 您说的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 有这么好的食材 有这么好的文化 要不然我点个菜 点什么菜呀 这样吧 我们小时候歌谣里头有一句 叫老虎杠子鸡 怎么样 咱得问问赵大师怎么样 老虎杠子鸡是我们河南 玉东那一块一个传统名菜 还是咱们这儿的名菜 对 河南的 我今天做一下 那您给我们讲讲 好 今天用的是 一个是白条鸡 杠子膜 这个老虎就是红辣椒 还有其他的常规的一些调料 也就是说这个红辣椒 这个辣味特别的十足 犹如老虎一样这么凶猛 所以这个红辣椒有老虎之称 对 好 所以咱们第一步 要做什么呢 赵老师 把鸡子我们改一下刀 改刀 把它切成这个核桃大小的块 对 咱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关于鸡的挑选 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赵老师 散养鸡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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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老师您快给大家普及普及 这个美丽的传说 说在隋唐时期 有这么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 这个母亲身受风寒 就卧病在床 儿子特别特别的孝顺 平常是租茶淡饭 母亲身体病了 一定要有这个营养品 来补充身体 所以她背起了斧子 就进入到深山了 进行怎么样 寻找猎物 突然听着这个草丛之中 有动静 喷儿 穿出了一只稚鸡 这稚鸡长得甭提多漂亮了 可是说是吃那是快 突然碰见猛虎跳出来了 因此上呢 她拿起了这个板斧 就跟老虎搏斗了 最后还不错 她把这个老虎打跑了 把这个老虎口中的置鸡 给夺回来了 回到家里头了 用了咱们这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进行了烹制 给她的母亲端到床前 没有想到母亲喝完了这个鸡汤 还果然 不出几天 身体就康复了 好 所以这也是一道孝亲菜呀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把这个杠子膜煎一下 好嘞 这个煎大概要煎 多少时间呢 把这个杠子膜煎黄都行了 好 煎成金黄色 您看经过25分钟的炖煮之后 这个颜色 香味 都几乎已经是达到完美的状态了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说 无鸡不成烟 但是不同种类的鸡 不同年龄的鸡 烹饪方法也都不同 您跟我们讲讲呗 赵老师 刚才江老师说这个水鸡 一般的生炒 比较好 像那老母鸡 对汤比较好 爆炒小母鸡 对 然后炖煮老母鸡 包括卤制都可以 而且咱们这个以前 曾经请过很多很多 咱们当地河南的玉菜大师 制作的这个 咱们所说的炸八块 还有咱们这个 咱们说这个轻炸的 或者是这个软炸的鸡块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烹调方法 这个菜要稍微带着汁 因为一味还要吃的时候 战出那个杠子膜 对 关键这个汤汁啊 越收拾越浓稠啊 没错 好 出锅了 出锅了 出锅成牌 咱们先谢谢赵老师 谢谢赵老师 做的美味 谢谢您先休息 接下来就让咱们赶紧来品尝品尝 这道老虎杠子鸡味道怎么样 味道特别的鲜 鸡肉呢特别特别的烂 咸鲜适口 而且这个膜呀 经过煎制之后是 一面酥酥的另一面软软的 太好吃了味道无比的鲜美 而且呢肉质非常的细嫩 这道菜我想应该是老少鸡鸡的一道菜 那真是吃一口 想两口 想两口 老虎杠子鸡 第一步将白条鸡剁成块状备用 第二步锅中放油烧热 放入葱姜蒜八角红辣椒炸香 然后依次放入料酒鸡块进行煸炒 第三步加入酱油老抽煸炒上色 加入水鸡粉胡椒白糖等 小火炖煮25分钟 然后大火收成浓汁 第四步把长条杠子膜煎黄搭配鸡块 美味即可享用 我特地用刚才的老虎杠子鸡里面的鸡汤 给您泡了一碗刀销宽面 在我们平常烹饪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料酒 但是当家里面没有料酒的时候 很多人会选择用白酒来代替料酒 这种做法正确吗 广告之后由江老师为您揭晓正确答案 您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参与留言互动 广告很短 不要走开 让美食有温度欢迎回来 接下来就有请江老师来为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正确的答案就是 如果咱们家里头没有料酒 千万不能用白酒进行代替 因为白酒的乙醇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容易在锅中破坏咱们的蛋白质和氨基酸 因此咱们在家里最好使用料酒 而且料酒的含汤量比较高 吃起来的口感会比白酒更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和江老师还有我们今天的赵老师 一起到信邻君的家乡走了一早 品尝了三道美味 您觉得怎么样啊 那我觉得那绝对是杠杠的呀 是吃了羊肉吃了苦乳肉 再配上了杠子膜 再配上咱的鲜美的鸡肉 可以说是不需此情 爱好美食的您 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大象TV市集 购买本期产品 同时如果您对老家的味道 有着独特的情节和回忆呢 也可以关注老家的味道 官方微信号参与留言互动 让美食有温度 您正在收看的是 河南卫视大型美食文化节目 老家的味道 老家的味道由不一样宽 好吃的金麦郎刀销宽面 赞助播出 同时您也可以登录西瓜视频 观看老家的味道 更多精彩视频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跟您说成再见了 下周同一时间 时间不散 感谢爱奇艺优酷视频 搜狐视频 搜狐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端 对本节目的大量支持